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安 武安郡一老一向南约十公里远的青湖里有个叫牛鼻村的地方 这里有一对被称作相思岩的岩石 相思岩 相思岩有个像他名字一样凄美的爱情故事 位于荣山江边的牛鼻村地数百计 这里的村民们以捕鱼为生 这个村子里最富有的黄氏家中有个独生女 是美貌出众又善良的姑娘 黄姑娘和邻村绝骨的秋氏小伙子正在相爱中 姓秋的小伙子当然也是个渔夫 有一天姓秋的小伙子要去西海捕鱼了 虽然十五天就可以回来 但是想到分开的这段时间还是很难过 我只希望你能够安全回来 虽然西海的水势比荣山江更凶猛一些 不过我一定会满载而归的 一定要安全回来 村民们欢送他们出航 渔船渐渐远离荣山江 黄姑娘每天向神明祈祷 秋氏小伙子能够安全归来 但是小伙子离开一个月后的某一天 传来了坏消息 秋氏小伙子坐的船 在西海捕鱼的时候 遇到了大风暴沉船了 黄姑娘向遭遇晴天霹雳 不吃不喝每天跑到江边岩石上痛哭 突然有一天 晴空万里的天忽然电闪雷鸣 同时江面冒出水柱 水柱里出现一条大蟒蛇 将黄姑娘卷入水中消失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黄姑娘的父母和村民们到达江边时 看到两条大蟒蛇从水中出来 一边点头鞠躬 一边流泪 这两条大蟒蛇就像两个相爱的人一样 缠着对方不放开 村民们知道那是他们俩的灵魂 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这时蟒蛇放开彼此 向黄姑娘的父母鞠躬 然后深入水中消失了 从那以后 村民们可怜他们悲痛欲绝的爱情 给这个岩石起名 相思岩 黄姑娘和秋氏小伙子 曾经生活过的牛鼻村和绝谷 经过这么多年 有些地方已经变成了废墟 现在的那儿覆盖着竹林 风一吹就可以感觉到他们悲伤的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